银法族模范生,贡献自己所长服务社区 今年各单位推选出的15位长青楷模 以及15位近老楷模颁奖表扬 获选的长青楷模都是老当义壮 贡献自己所学所长,服务社区,造福大众 堪称是银法族的模范生 而获选为近老楷模者 有的长期参与社团服务,社区与关怀独居长辈 也有照顾失能长者,在各行各业默默的奉献 以及热心服务,回馈大众与长辈 走到每个人都要整理环境,整理环境,整理环境 我刚才在市政队面,有两个人,他们就觉得环境好 大家那些主任,大家很好,我都照顾六位了 没有,跟着环境,走到每个学务,整理环境,整理环境 我们老虎要大家问人家,大家有乡乡 那那一高小我哪去,我都本人,我都给他打我,我都给人 我们今天给我回去,我以前我去带我们妈妈和带我们头去 现在阿嬷没有弟弟,我回去 为了应免高龄社会的冲击与需求 在高雄积极推动 包括了强化家庭与社区照顾及健康体系 保障老年经济安全与促进人力资源再利用 提供高龄者友善的交通运输与住宅环境 推动高龄者社会参与及修行活动 完善高龄教育体系等等与长者相关的政策 希望建构一个有利于长者健康、安全以及终身学习的友善环境 十方新闻郭一文、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